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又是粉底實測一天 不拍一拍我就打算多拍幾個 因為轉季我想大家都很想換粉底 所以就不如拍多些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最近因為我買了一個超貴 上次YSL我以為已經去到頂峰了 不是啦 我是買了Clay de Paul這款新出的Cushion 一樣還是Cushion 我打算在短時間之內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現在就用了它來上妝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一天表現如何 即時上妝效果去到八九個小時後 會不會已經是一坨東西溶得很厲害 暗沉的話 我們就不要錯過了 應該出了不夠兩個星期 它叫做轉光透薄修護器沾粉底 打開裡面也是有一個粉撲的 它有一塊鏡子 它也是網撞的 但是一按下去 你會看到不是海綿 下面應該直接是一些粉底 我用的色號是O20 不是最深的顏色 你看到非常貼近我自己本身的膚色 先說了外觀 一買回來打開盒子 我有一點點嚇到的 因為它真的很大個很厚 不是很重的 它是膠的 但是真的比較巨型 如果帶出去補妝的話 應該也不是太方便了 粉撲方面它是上面做了一個小小的弧形 所以用在眼底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挺適合的 然後我就直接上妝了 按它兩下之後 拿粉的情況都OK的 不算滑很多 你會看到它是很透薄 然後有個很漂亮的光澤 好像皮膚突然好很多 但是它的粉 延展性不算很高 可以推到很遠那種 所以就要慢慢去拿粉 少少少少的上 現在這一邊 我是上了一層的 你會看到氣色好了 然後提亮了 但是非常之自然的 它的遮瑕度也相對上挺低的 一些敏感的泛紅 然後我的唇膏 都還是全部看到的 所以它是做到一種似有藥毛 但是幫你令到皮膚質感 看上去更加好的感覺 不是有粉感 不會厚重的 真的很貼膚 然後是有滋潤感 跟上次一樣 都是這樣推上去 不會說很明顯 有個手指印的 因為它的粉真的很薄 然後貼頭髮方面 它貼了 整著都貼了 但是摸下去 又不覺得很貼粒粒 很不舒服 所以說回我自己的膚質 因為我怕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是非常乾皮膚 輕熟肌 已經是中女的年齡 就算去到夏天 都不會怎麼出油 所以如果大家是期待 想看看它的控油能力的話 我就真的測試不了 但是在乾肌的情況 它的表現如何呢 就可以今天告訴大家 現在過了10分鐘 咦? 它沒有那麼黏了 看到嗎? 原來它是會自己設定好的 然後它有沒有變暗一點 我覺得是有自然一點的 但是這麼短時間 我不覺得暗沉 我就打算一邊是有定妝的 另外一邊我就不定妝 看看它的分別大不大 化完妝回來了 今天這邊的三眼皮很高 所以看上去兩隻眼睛有點不對稱 這邊是定妝的 大家可以專注一下在額頭 因為我覺得額頭是最明顯的 這邊就是沒有用到碎粉定妝 你會看到是整個亮一點的 所有光澤感都會出得厲害一點 而且胭脂上色的時候 它也是顯色到高一點的 這邊是會粉霧粉霧 然後這邊就會鮮艷一點 看完上妝效果 就不如說多一點關於它的資訊 售價方面 我在香港的專門店買 一個粉盒一個粉心 沒有review 是要800元的 真的是貴婦級的 享受貴婦級的價錢 然後防曬系數 它就有SPF25 PA3那家 它也不如你說去到很室外 然後大曬凸曬的時候用的了 靈感來自於鑽石所綻放的透亮轉光 我都覺得它是的 剛剛上妝的時候 是有這樣的感覺 一按同步護膚遮瑕 遮瑕就覺得它是反射的光線 令到它的瑕疵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就不是Toughrage那種的遮瑕度 但是護膚呢 我都想跟大家說多一點 因為我第一天使用的時候 就剛剛穿這粒瘡 然後去到我下妝的時候 上了一天粉底 粒瘡就穿了一些濃度 它是有白色的頭肌 就被我折了 所以如果你是暗瘡底的話 它真的不要碰 但是另一方面我這邊不是敏感的 很多時候可能下午都會很乾 會有些厚皮 它是晚上我下妝是漂亮了 它真的令到皮膚柔軟 所以它真的做到護膚的 但是對於一些比較輕熟 你是乾肌的話 用它會好一點 然後剃造由於第二層肌膚般的 清新透薄做到 我真的覺得一上妝的時候 是做到這件事的 使用後重現無瑕水量元肌 持久潤澤 我真的在不同天氣情況下 再用了不同的定妝組合 效果都差很遠 總之就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 還有現在這個設定 是10點24分 17點9度 濕度去到91% 在一個比較濕 比較少少冬冬涼涼的感覺 究竟它今天的表現會是怎樣 我會做到6點多小時 所以都差不多有8-9小時 我們待會再見 我們去吃早餐了 這個是全長洲我最喜歡的蕃茄乾底 是不是很濃郁啊 我現在脫口罩 看看 嗯? 有一點點的 被這裡有一點點脫粉底 其他地方大家看看 我先吃東西了 因為只過了1小時左右 我就沒理由這麼快更新給大家 但也可以讓大家看看近鏡 時間來到下午1點半左右 上了妝都大約3個多小時 剛剛出去吃完早餐 跟Chopper走了一會兒 回到家給大家看看現在的情況 口罩方面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兩邊的顏色都比較深 不像粉底色 但我的唇膏沒理由這樣做 如果最像粉底色就一定是鼻位 旁邊這裡也有一點點的 然後面上的情況呢 你會看到它還是很貼服的 開始在道三角這個位置 看到毛孔的出現了 然後鼻翼位也沒有浮到粉刺 但我自己照鏡就看到這裡 有一點點卡在我的虎紋那裡 這邊也有一點的 就算定的妝也一樣 但大家也可以看看這邊鼻翼位 而光澤感方面的分別也是看到的 你會看到沒有定妝的這邊 它依然做到那種轉光的感覺 很高貴的光澤 然後定了妝的這邊就沒有了 但看上去還是一個很完美無瑕 然後很平滑的皮膚 純粹是沒有了這裡的光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4點半 剛剛我就踩了轉單車 再幫Tropa充完糧 打算跟大家更新一下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皮膚 吃不吃眼睛 你為什麼要開了那些代餐 我們要吃眼睛 我們要吃眼睛 這次我開了朱古力味 嗯 好吃 你不要吃 那種朱古力味 還有一些脆脆 我喜歡 它有點咬口 嗯 謝謝 很快吃東西 等我補一點點唇膏 為什麼今生 連我的粉底片都要騎劫 剛剛說到踩了單車 幫Tropa充完糧 現在看看近鏡 你們會看到我的額頭 是完整的 不會放在火車軌 然後鼻子 我覺得是更漂亮的 因為我踩完單車 有少少出汗 它變了做奶油肌的效果 然後鼻翼 掉了 你看到紅色出來 但這邊有定妝的 油膠感 面額這個位置依然在 但下巴吃過東西的關係 都掉了 無論定妝還是沒有定妝 都掉了 然後這邊 我沒有用碎粉定妝 它的光澤感依然在 然後鼻翼位 咦 這邊反而沒有這邊那麼紅 好遲 然後我發現兩邊的苦紋 都是顯紋的 都是看到那條紋 一樣沒有卡的粉 但那條紋越來越明顯 這個我自己也是扣分位 好了 現在上妝了六個小時左右 最後就會在六點半左右 跟大家做最後的更新 我們一會見 好了 時間來到晚上的七點零五分 距離上妝都有九個小時 剛才我煮了飯 吃了我的晚飯 所以可以看它在一個很熱 然後有油煙的地方 表現是怎樣的 打個燈給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這邊是有定妝的 你會見到依然是很鐵薄 沒有浮粉 沒有脫到一塊塊的 然後鼻翼位 就沒有補過妝了 所以不會有改善的了 看看有沒有再差 雙邊 額頭這裏 我也是覺得很完整的 然後到沒有用碎粉定妝的這邊 你會見到光澤感真的強很多 然後下巴什麼都掉了 鼻翼位的紅也都出來了 我自己就覺得毛孔 兩邊都好 是有少少現形的 就不會好像剛剛上粉一樣 它是很平滑的那種感覺 然後下午顯腐紋的問題 沒有了 不知道是粉底掉了 還是剛才煮飯的熱力 供著了 然後粉底又融合了 現在是沒有了顯紋的問題 至於有沒有暗沉問題 我又試試在額頭那裏玩一下 加少少的粉底把它拍開 在鏡頭看額頭和臉 分別不是很大 我自己肉眼照鏡 就會覺得是比今早可能暗了半度左右 是自然的 不是一個很明顯的暗淡無光 氧化到變橙變黃都沒有發生的 那這個就是全日下來 它的持妝效果 讓大家看看它一天裡面的感受是怎樣 這次測試一天的這款Clay Deport 轉光透薄氣墊粉底 在我身上一個乾肌輕熟肌的皮膚裡 我覺得是漂亮的 特別是今天這個天氣 十多二十度 現在濕度就是83% 它的持妝效果我覺得是中上 因為始終它會掉 以一個修護粉底來說 是不差的 但我真的試過頭兩次在30度的情況下 我都差點捱不住 你看到我的瘡是被它捕到出籠 知道如果你是油肌 混合肌的話 會發生什麼情況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是想一個粉底走天涯 在夏天三十幾度上天下海都要用的話 這一款不適合你的 800元值不值呢? 這個性價比不可能會高的 即是一個粉底究竟要做到怎樣才值800元 每個人心裡的尺是不同的 我也不知道 在我心目中它有好也有不好 就看看你怎樣去衡量 對我來說它不是一款一定要買 不買會心弄弄弄的粉底 但我買了可以在適當時用它 我還是覺得它漂亮 因為它真的好像自己皮膚就是這麼好 不會有很厲害的粉感 完全不像是塗了粉底的感覺 它的平滑真的可以騙人 應該是男生看不出 上了粉底 對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800元的粉底 我明白的 可能很想買很吸引 但是呢 究竟好不好用呢? 買回來 究竟是不服呢? 都可以由這條影片自己去參嘗一下 合不合本身的膚質 然後現在的天氣也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對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粉底 為什麼先拍了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買了800元 不拍很虧的 對 如果喜歡這個粉底實測一天的話 就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早上載兩條新片 和星期日更早上載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大家看到開場是這個背景 有沒有期待過後面有男人與狗呢? 沒有啊 不是每次有的 剛剛是上次的 可以看見你嗎? 對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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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